陈冠林最后一次发言还原KTV事件 谈话郑仲英 放过我吧 陈冠林与郑仲英20年前的婚姻纠葛 近来再度掀起外界关注 中方不止来回反击 连当年疑似在KTV抓奸仪式 都引来大家好奇真正的内幕 对此郑仲英3日贴出 陈冠林的回过书照片和长文后 陈冠林沉默两天 在今日再度与脸书回应 并还原KTV事件真相 当初KTV事件是剧组朋友们聚会 确实事先也有报备 后面却被莫名扣上要来抓奸的场所 也变成我跟不存在小三的约会 2005年我就说明 当下我确实因为对方一进来 就情绪失控攻击我 并拿瓶子要砸人时 我还手一巴掌 当时我只希望他能冷静下来 而我们两人在彼此推拉离开包厢的最后 也就演变成我是女方口中 对他长期施暴的暴力男 这些过程并非空口白话 之前我所发出的判刑处刑书 都是经过侦查及证人供述得到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起诉书上 女方犯下伤害罪被起诉的原因 最后双方经过调解 同意以离婚互彻告诉和解收场 试问20年了 我应该继续忍耐继续让你消费 永无止境地接受你加油添醋 将受害者角色扮演的淋漓尽致 让你可以无限上纲甚至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全部扣在我头上吗 20年了 我的诉求只有一个 请你放过我吧 真的做到各自安好 陈冠林贴文最后也强调 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发言 而稍早陈冠林现任妻子 接受三立新闻网记者访问 透露这几日陈冠林在家心情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今日的发文只是希望好好和过去的事和解 陈冠林妻子透露 自己曾问过陈冠林会恨对方吗 陈冠林说 放下了 不恨 妻子表示我们都希望对方幸福 感谢观看